哈囉大家好我是Diana 哈囉大家好我是Anson 歡迎收看AD來說書 哇時間過得好快喔 又到了第二週的禮拜六晚上了 是 然後 今天是我們第幾次直播呢 十二次 十二次了 也快半年了喔 這是要去檢討的概念嗎 沒錯 但是我們是要一一檢討 在這半年來呢 給我們支持的忠實粉絲 還有我們的廣大的建設的朋友 非常感謝 對像是 私營啊 以及 惠玲 他們在我們直播完啊 都會跟我們做一些心得分享的 這也會有很多隱藏版的一些 手機系裡面的觀眾 也會看到 像那個鍾銘老師 還有齊靜 齊靜是我們下個月的來賓 他都有默默在分享 喔真的 嗯 有打進去那邊 那你有沒有覺得 有哪一位大哥好像很久沒有出現了呢 點名一下吧 真很酷啊 哈哈哈哈 就是在講你啦 建峰大哥 而且 我們 除了就是見顏色的朋友之外啊 像我在B&I B&I 今天前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 超豐富的 真的 對 這就是我B&I的好朋友 劉哲瑋 其實是來賓禮喔 對 來賓禮是這一個 這個選 他們的主打招牌 選妹娘 是 對 看好讚喔 他們是凱蒂食品公司 好Cute的名字喔 對 是 很像 烏水包的Kitty 不是 他是那個帝王的帝 是 很Cute的名字 嗯 他們都是新鮮現做的蛋糕還有甜點這些食品 是 而且有在接一些外匯 嗯 沒錯 來 那我們這樣的音量報 大家覺得有清楚嗎 嗯哼 有聽不清楚的嗎 嗯 而且啊 我們長期贊助我們會議室的 以萱啊 嗯 其實他這個會議室是他開的一個 酷雅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嗯哼 聽說今天晚上有活動是嗎 對 他今天晚上在花博的圓山園區啊 有一個復活節的 兔女郎派對呢 好可惜喔 撞起了 對啊不然我現在就在那邊了 哎呀沒有關係啦 還有你們要求我要穿兔女郎裝 不然我怕會跑票 哈哈哈哈 雖然看不到兔女郎 但是也有這個我們美女主播在我身邊 我覺得 謝謝謝謝你不嫌棄 哇笑 哇那個 私營趕上咧 果然真的是我們的忠實粉絲 嗯 對啊 再介紹一下 這個是純手工的杏仁瓦片 哦好愛 超好吃 超喜歡杏仁片 這一系列還有一些手工餅乾 對 然後這一個的話是那個蔓越莓Q餅 現在很流行的 有那種牛奶口味的Q餅 可以現在開嗎 嗯 好啊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太那個太不好意思了 就只有我們兩個在吃 對啊 那你們是來賓禮的 對啊 啊 我們延續了上一集的這種歡樂氣氛 嗯 其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 嗯 對 如果多留言的話 就可以讓我們整個直播的感覺啊 更有這種互動性 然後動動你手指頭幫我按讚分享出去喔 嗯 今天有分享禮喔 對 那這個分享禮我們等一下 謝民五名 我們才有提供分享禮給大家 對 至於是什麼分享禮呢 就等 嗯 就等我們今天的來賓來公布囉 但問題是說來賓 為什麼我們有 心有秀書呢 欸對啊 大家也沒有發現 其實今天的書呢 欸 詩詩你忘記帶啊 詩詩我忘了帶 啊那怎麼辦 欸 誰在敲門啊 我們在直播欸 請進請進 請進 請進可以進來啦 不要那麼害羞 不好意思打擾了打擾了 嘿嘿嘿 你是哪一位我們在直播呢 不好意思我來賣書 你來賣書喔 是是是我來賣這兩本書 喔這 欸我們剛好今天也忘了帶書欸 不然就 就順便一下 對就給他一個給他一個機會好 你也接好跑啊 嗯 我可以先關門嗎 不然好你先 我們先先進來 先進來 坐坐坐 你們在直播是不是 對啊 我們這個 鏡頭前面有亞洲地區啊 各 這個成千上萬的粉絲 在看收看直播 往後業界好不好賣得好 後不好就看今天 對 看你今天的表現了 你真是賺到了 哈哈 那你今天是賣哪兩本書呢 我賣這一本 銷售SOP 跟這個十二星座 十二星座 有有有 是是是 欸 這兩本不就是 剛好是我們預告上那兩本嗎 有沒有那麼剛好啊 有沒有那麼剛好啊 有那麼巧嗎 對就是這麼巧 所以直接成交了是不是 沒有啦 好啦好啦 對對對 不要鬧 不要鬧 我們今天先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Kevin Kevin 換一下 蘇琳可以幫我放一下 謝謝 在前面一點點 是 讓大家可以看到你英俊的面容 不敢不敢 好 我想請Kevin大哥先跟我們的 AD來說書的朋友自我介紹一下 各位全球華人的朋友們你們好 香港的朋友你們好啊 雷們好啊 我姓張 公長張 曹代的曹 高雄的熊 英文名字是Kevin 所以我的筆名叫張凱文 你看到嗎 是 Kevin張 對 大家叫我Kevin就好了 那很開心今天可以來到AD來說書 認識了我們直播界的劉德華 跟直播界的中楚侯 這是我今生最大的榮耀 也是我個人到現在的最大成就 非常謝謝 真的很會說話 那為什麼想要推進這兩本書 是為什麼 銷售SOP這本是我寫的 那因為以前當過業務員 那現在出版業工作 所以想說 那不然就把自套的銷售性巧 可以寫出來 嗯哼 對那 所以你是為什麼會想要來上門直播呢 其實那時候是 跟這個楚琳想了解一下直播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因為想說是個趨勢嘛 想了解一下 你想到楚琳就邀請我來當來賓 所以也是算是誤打誤賺 想說經過路過不要錯過這樣子 不是因為美女嗎 我覺得應該是我被射誘了 我被射誘了 那談到銷售啊 你這本是剪銷售SOP 所以那個Kevin的銷售SOP是什麼呢 我準備了一個道具 直接很用心喔 是是是 還有準備道具耶 大家可以拍照 或是直接按讚頂 可以看一下這個流程 其實銷售SOP就是五個流程 第一個是接觸 再來是了解 再來是說明 接下來是成交 最後還要服務 所以大概就是這五個流程 剛好就是五個流程嗎 是是 所以我聽說Kevin哥今天有準備了一些東西送給我們的AD來說書的觀眾朋友耶 有的 是什麼呢 我準備了五本 我自己正常的十二星座五本 哇 就是想說這個機會可以看到嗎 這樣OK 對 哇 看到沒有 五本 五本 這五本最主要是針對可能不同的星座地雷啊 應應的方法 畢竟我們剛剛認識新的客戶 會想要做一些聊天跟熱鬧 欸這本是什麼生日 會想要送一些生日禮 先介紹這本的星座是什麼 可以 什麼地雷不要寫 需要注意的 可以關心我們的客戶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拿到這五本呢 怎麼拿呢 拿呢這五本 挺細細的喔 我可以先放下嗎 可以可以 其實就是看是按贊助嗎還是說兩位主持人有什麼意見 就分享 分享是不是 OKOKOK 只有五名而已 對只有五名喔 那我是就是運費的話就是我出 哇好貼心喔 你們留下你們的資訊我就寄給你們 對不用運費喔 幫我們按個分享吧 嗯哼 好 那對於一個新手的業務來講 一開始 遇到的第一個問題一定是客戶哪裡來 客員 對 所以你當初在做 我知道你第一份業務工作是賣那個百科全書 對兒童百科全書 那你是怎麼去開發跟還有跟客戶接觸 其實一開始是長官就要求我們找親朋好友嘛 嗯 那其實那時候親朋好友很反對我做這個直銷 嗯 因為就覺得我被騙了 早期的觀念比較不好 現在多多少少也是有 我覺得現在還好 嗯 那後來呢 後來我覺得是說 那親朋好友這麼反對我就覺得很挫折 嗯 那我給自己的目標是說 好 就算我要離職 我至少要成交一件 所以你有找親戚朋友那個推銷嗎 當然沒有啊 都反對成這樣子了 所以後來我就是 一開始就是直接陌生開發 直接找陌生客戶去談這樣子 嗯 那你怎麼找陌生客戶 你的第一件成交是怎麼成交的 嗯 其實一開始就是一直被拒絕嘛 嗯 其實到最後中間有一個過程是看到人就會怕 哦 你看到人就知道他會拒絕 你就會很害怕講話 嗯 那後來有一次出差到台中 有一條街是 專門是有檳榔西施的 哦 檳榔西施 那天我想說就給自己放鬆 不管了 我那天就是去純搭訕 整排檳榔西施 一個一個去搭訕 嗯 對那 那到其中有一個去談的時候 誒 就是誒 發覺他後面有個小孩在玩 嗯 原來這個檳榔西施是個年輕媽媽 嗯 剛好我在賣兒童百科全書 那就剛好他有這個需求 誒就成交了 哦 對所以也是算誤打誤撞 哦 雖然是誤打誤撞 可是你現在回想起來 你應該有 在這過程中 你應該有做對哪些事情 嗯嗯嗯 當然就是一開始就是接觸了 我不放棄去接觸一些新的客戶 哦 再去瞭解 瞭解這個 這個客戶他有這個需求 哇 然後說明 嗯 直接說明到成交這一塊 嗯 這整個流程的話 其實是那時候是有在走 有在走這個流程 只是後來那時候不知道 因為嗯 其實那時候成交完 那個騎摩托車回家 哇 回公司的路上是手在抖的 哦 因為是很太興奮的 就覺得終於成交了 是那種陌生人跟你成交那種感覺 所以你一開始是先抱持著 交朋友聊天的信 是打散的 哦 是打美 就沒有一開始就直接去推商品 對 那我問問問題 哇這位是學生是不是 哈哈 我跟你講其實業務很多種 包含現在直銷那麼多 一定會有會 對於可能剛做直銷的人來講 他當然一定會 先從親朋友開始 也會從緣故開始 不管是做保險等等 那我覺得 呃 你會如何去建議 在銷售的新鮮 不管是做直銷 或做保險等等 你會如何建議他們 如果從身邊朋友開始 嗯 就是 練習或是說 呃 給自己同學們好友之間 去找 為自己找機會 大家那今天是不是比較緊張 哈哈 沒有沒有 他已經那個很 非常自然 哦這樣子 其實親戚朋友我覺得 反而是 其實最簡單也是最困難 哦 因為大家彼此都認識了 對 那我覺得是比較不要直接推商品 是 比如說 有一段時間 或是有個機會 談到 比如說他剛好生小孩 嗯 那他剛好有這個需求 再次推 剛好我問你賣百科捲出 有機會的話可以跟我買 嗯 我覺得是比較自然一點 你應推的話會造成 我之前 我跟親戚朋友關係就是 嗯 你擺明就是來賣東西的嘛 對 那覺得比較距離遠遠的 嗯 反而是會有反效果 那原招呢 就是要找到對的人 嗯 要先了解客戶的需求 嗯 那像 還有一個部分 我跟大根寫的一樣 各位你在裡面寫說 呃 要去了解是客戶的屬性 然後去客戶藏出沒的地方 嗯 比如像我們是金融保險業的 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 比如像理財獎座啊 這個管道去認識一些 已經有這方面觀念的人 那這樣就是比較好溝通 嗯 所以其實像你一開始找那個 檳榔西斯 也是 也是有那種異曲同公私廟啊 其實如果是我 我假設我今天是接觸的直銷好了 嗯 那如果重視我可能 我心裡 有一點我希望可以從 性朋友好好開始 嗯 那我的想法 我說法就不會是這樣 我會希望 欸你可以給我一個 食物演練的機會 讓我們說說看 試試看 搞不好剛好又可以打坐到 哪個性朋友好友的一個心理 那我就直接去試試看 給我一個演練的機會 然後 可以 搞不好就可以說走 那我希望我心裡這麼小 那實際上我是比較平常心一點 就沒有那麼硬要去推什麼樣的產品 如果是我會用這樣的方法去 去代入 哇 當然也是很不錯的銷售人員喔 嗯我相信 那所以其實我們剛剛聊到的都是 我們一些事前就可以準備的工作 是 那Kevin你覺得說我們 業務員啊 在做銷售之前 可以先做好哪些準備 讓成交機率可以提高呢 呃 成交機率 我覺得當然就是要 這個流程 這五個流程 先熟悉 我記得 先熟練 對先熟練 然後熟練之後 我記得金庸小說張三豐 嗯 教張無忌 有一段是他在教他那個太極劍法 喔齁 對那一開始教張無忌 就懂 又忘記了六七成 自己的六七成 再後來 自己的三四成 到時候全忘了 張三豐說 欸你學會了 喔齁 其實我今天教給大家這個 銷售SOP 不是大家很 印照這個流程一步一步走 只是說 你新手入門的時候 大概這個流程是可以有基本的業績 但是到最後你繼續去練 去成交時候 到最後你要這個要活用 對 就是要把銷售融入協議當中 哇他太有學問了 生活銷售化 銷售生活化 是是 嗯 所以想要開發客戶啊 我覺得其實新手業務在那邊 有些商品是必須要去做這個掃街 或掃 動掃樓的這個經驗喔 那 呃 如果你看新手業務可能對於招牌 謝絕推銷 一定會非常害怕 就打退堂戶 你會如何去建議他們去 給自己就是 給個強心針 讓我可以 如果去突破 去突破去開那個門 會給自己 呃 多一點說話 給弗摸自己的一個 方法 其實一開始我不敢開那個門 那主管就是說 你不用想那麼多話 就直接開了 所以你是被逼的喔 哈哈 算 算 非自願 那一開始我很怕推開那個門 就是對方會報警 你講說謝絕推銷 有那麼嚴重 那時候很怕嘛 後來就是 推了幾次之後 也還好 是 也還是可以接觸到一些客戶 然後我覺得 就沒那麼怕 後來就不管有沒有那個 謝絕推銷 就推門進去了 哇其實就是 臉皮要厚嘛 眼睛業障要重嘛 哈哈哈哈 要自己選擇現在眼睛業障 看不到那四個字 是 對 那所以說啊 我們要怎麼樣去 增強我們的銷售實力 可以透過哪一些方面 可以加強我們的銷售實力 我覺得是持續學習啦 像我 像我跟這個 這很重要 像我跟這個 台北市建設 是個學習 口才的課程認識的 對 那時候我覺得說 因為我 我有被邀請去演講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演講的經驗 我想說 多學習 對 那我覺得優遠也是 你多學習 你各方面 多去加強 然後多去力練 其實到最後 久了 你這個個人的整個價值就提升了 對 還有我覺得要多閱讀 就像我們 為什麼要做這個說書節目 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 來上我們直播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 那種 學習 是啊 我現在學習 我現在不能亂動 你看 我迷宮都不敢 你太愛說笑了 也就是說 你書中有提到說 多跟成功人士交流 是是是兩位 沒有 是我們要跟你交流 不敢不敢不敢 你還有出書耶 不敢不敢 我們今天難得 AD來說書 有作者 親上我們 第一線 來幫大家導讀 那你都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增強你的銷售功率 尤其是促成的時候 讓你力道更強 嗯 我覺得到最後是用我的真心嘛 用我的真心 就是 當我在選擇一個商品的時候 我會 比如說之前有食安問題嘛 那當你覺得這個食品有問題的時候 你身為一個業務員 你敢推銷給你的客戶嗎 對 所以我會先選擇我的商品 是我真心相信的 然後我相信這個商品是OK的 我再真心推給我的客戶 客戶其實 這樣子 這個流程他可以感受到 其實大家可以感覺出來 對 大家一個人真心 有沒有真心跟你講話 或是 跟你講話有一點距離 或是假假的 其實大家其實 講久多少 感覺 其實每個人都有感覺 對 那在你第二份的這個 推銷工作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實力嗎 是啊 我第二份工作是在金融業 是 也是在賣基金 那基金這個商品其實 你用定期定額 長期投資的話 其實只是大賺或小賺的差別 很穩健 基金 對對對 那後來呢 有一個商品叫聯動戰 喔 就是雷曼兄弟那個 對 那時候引發這個全球金融海嘯 對 那時候就是這個商品是 簡單來講就是 獲利有限 風險無限的商品 是喔 那時候長官硬要我們賣 那我真的沒辦法賣出這個商品 我不相信這個商品嘛 所以我就離開了基金融業 後來轉到出版業這樣 哇 那你真的是 很有良心 沒有沒有 所以 要很有良心 也要很有同力心啊 是啊 是 那 我想問兩位 就是 你在銷售任何商品的時候 會先去自我檢討說 欸 客戶為什麼要跟你買 為什麼要現在買 為什麼要現在跟你買 嗯 我想 先讓Kevin大哥來回答 我覺得 可能自在銷售是不會想那麼多 但是我覺得事後檢討 舉例來說 你今天接觸的十個客戶 說不定十個客戶都沒有成交 但是你事後做一些資料的檢討 回顧分析 嗯 然後有成交了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有舉例 我成功銷售百科全書 欸 其實 Anser剛有舉例 欸 我做對了哪些事情 對 其實自己之後做一些紀錄 一次一次下來就累積 自己的實力了 嗯 嗯 像我的話我是屬於比較理性分析型的 嗯 所以我就會一定會讓顧客了解到說 這個產品它確實是有迫切的需要 嗯 嗯 嗯 對然後我會讓它就是信任我這一個人 嗯 我覺得是服務絕對是大於這個產品的價值以及價格 嗯 嗯 Diana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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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先喜歡我這個人比較重要 我就喜歡她 她也是要先喜歡妳 對於客戶是感到非常舒服 不要愉悅 我一定是給予非常中肯的建議 然後她對方覺得欸 我是量身定做是以對方的利基點 而去做一些建議的 所以必須先喜歡我這個人的一個中肯的建議 然後後面講話都會容易買單 嗯 所以說你是 你是主於主於讓客戶先喜歡你這個人 關鍵是只有喜歡她 對 而不是就是產品導向這樣子 對 因為以銷售流程她覺得感受舒服的 她就是以對方為一定基點為考量的 嗯 可是我們這樣用講的大家可能不是說很清楚 那今天我們有準備一個情境 蛤 愛演 超愛演 我覺得 我們既然站上了這個直播堂 全球觀眾都在看 一定要 我們就有這個責任 把這個清楚 讓大家更理解 理解 對 那今天我們就請Dana 扮演她原本的這個職位 那個職位 是一個 麥波蜜 對 那今天那個Cavin 是顧客A 那我是顧客B 那A情境就是 以商品導向 以商品為目標導向 我是商品導向 對對 比較理性的 OK OK 好那我們就Action 開始了嗎 開始了 OK 那現在你之前有來 就是來 來 帶過蜂蜜過嗎 有啊 有來試試過幾次 那為什麼都不買 那時候我沒想到多耶 所以我今天又經過了 是 OK 其實我們的蜂蜜是有分為這四種 那我們最早排就是95年這個野蜂蜜 那採世界花 那就是富含維他命B群 有B群啊 富含維他命B群 那吃起來比較傾向 你試試看 我試試看 嗯 真的有B群 我體力馬上變好了 好 OK 那我想到你平常吃飲食習慣的口味 是比較偏壯 比較偏淡 偏淡一點 偏淡一點 OK 那我建議我們東蜜 東蜜是比較季節性的一個蜂蜜 它是採秋冬的花種 因為我們這時候的蜂蜜在取決於花別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採秋冬的花種 然後吃起來比較淡 喝起來也比較溫筍 配水喝也蠻好喝的 那你試試看這個 我試試看 嗯 真是淡淡的 淡淡的感覺 那其實我們現在有做特惠 我們是有四隻 一個是620 兩個是1180 三平1700 這樣子 看你不要各帶一隻 然後看心情吃 看家人不會換你心情 你偶爾吃這個 可以依照你心情去轉換不同的口味的蜂蜜 OK啊 我覺得你商品介紹這麼好 不然這樣子 我先各帶一瓶回去 不然這樣子 我可以各帶一桶 我先沒有桶裝 沒有桶裝是不是 我先帶 這樣子好 我先各帶一瓶回去 我覺得吃的 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我再回來 有桶裝喔 再買一桶回去 好啊 OKOK 這樣就成交了 成交了 握個手吧 算是 比較 好像 也算偏理性一點 哈哈哈哈 是 好那我們就來第二段吧 是 好 先生你之前有帶過蜂蜜過嗎 沒有呢 你可以幫我介紹一下 好 那跟你介紹我們的是野蜂蜜 我們95年的招牌 有多野呢 這才四季野花的這種 是啊 對 野蜂蜜 有那種芬香嗎 跟你身上一樣香 它就是比較清香 是 那你先試試看看 好 你可以餵我嗎 哈哈 我可以餵 我自己吃 你外面粉絲太多了 喂 對 好 再來是我們 恩個人吃的口味 不要偏濃偏淡 因為飲食習慣 嗯 像你這樣 不濃不淡的 那太難了 哈哈哈哈 喂 像我們現在龍眼蜜 不要屬於 彩龍眼花 味道比較香 龍眼蜜 還有其他的蜜嗎 有啊 都跟你一樣甜嗎 都比我還甜 真的嗎 那全部都包下來好了 那桶裝有品裝 OK 桶裝 桶裝 那如果我對這個產品有任何問題 我可以請教你嗎 可以啊 你可以打我們門市電話 那你可以把手機留給我嗎 沒有 我門市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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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好像電燈泡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找我兩位 你知道嗎 沒有 我們剛剛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模式 是 嗯嗯嗯 那讓我們女主持人比較那個 嬌羞 矜持一點 然後所以我就比較不要臉一點 哈哈哈 我們拉 拉回來 我稍微還想兔女 對我還想兔女郎 真的沒有 那個 沒有看到兔女郎 還有兔女郎 好啦好啦 沒有我們就 我以為這是一個優質節目 我們是很那個 很那個 寓教餘樂的節目 我們剛剛是娛樂 哈哈哈 對 好我們還是要拉回來 有看過我們這個 呃 那個預告的朋友 都知道我們有出一個題目 是 呃 大家最討厭的銷售方式是什麼 對 地雷是什麼 怎樣的方式 讓你會踩中你心中的地雷 有可能塞貨塞得太誇張 或是說可能 呃 可能就是不要屬於嘟嘟逼人 就是一直想要follow你走去哪裡 業務也跟著去哪裡 那種方式 有你講這個我想到 像我像比如說我去買衣服 我去買球鞋的時候 是 我就喜歡自己 自己看那個商品 自己去想 適不適合 我不喜歡旁邊有 有這個銷售人在旁邊一直念 一直在一直在念念念 然後我覺得很 就是很干擾我去 去做一個判斷分析 要不要買 因為事實上 他介紹這些資訊 我可能自己都先收取好 現在網路那麼方便 我可能都自己想好了 大概知道什麼方向 我才會過來看 所以對我來講 是不喜歡 業務員一直在旁邊 所以我覺得 你是比較 不喜歡被推銷那一型的 不太能夠推銷 因為你都會自己做功課啊 也不會啊 就是如果對方是辣妹的話 也是ok 我也是蠻容易被成交的 欸那個花花在線上 我想問一下 視野 視野是什麼意思 可能我不太懂這個梗 視野啊 因為我之前有演過這個 那個庸正好地理都會 原來是 視野是您啊 敢不敢 因為實話說已經視野 那你要跟那個花花打個招呼 花花下次來這裡啊 直播啊 對啊 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 還有得吃耶 這個學妹娘超好吃的 我們現在都會有這個贊助 對 我們之後都有 來賓都有贊助喔 對 我們現在只差十月份而已 要快 對 所以你是什麼星座的 你想了解一下 什麼星座的人 會遇到 會有這種地雷 不太敢講耶 因為我是傳說中 最可怕的 天蠍座 天蠍座 那我這樣問好 蕭順雲 用什麼樣的方式 他會可以 說動你的東西 那你會想要快速 想要 立刻想要買單 快速買單啊 我剛剛講的啊 就是 辣妹 正妹呢跟我對焦 很容易 天蠍座是那種固定星座 非常重顏值 重顏值 所以大家聽到了沒有 那個我們四爺啊 只要辣妹來推銷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辣妹正妹 歡迎來我們下面這個留言 如果你有銷售任何財品 可以自己來下面 不管你是 那個健康食品 保險啊 還是靈骨塔 都可以喔 靈骨塔 我這輩子一定用得到 對 其實全部都用得到啦 都有價值 趕快留言 趕快留言 把握機會啊 你帶的產品是什麼 就可以 對 沒有收公益 不收公益 完全是做公益的啦 兩位主人今天怎麼特別high啊 當然是因為 視野啊 別忘了 我還有一個洛西 不能這邊太 洛西 那時候更會野洛西 這邊要低調一點 好好 那 水象 所以你是水象 水象還有巨蟹跟雙魚 還有什麼樣的地雷 地雷 巨蟹或雙魚的地雷 巨蟹 您覺得呢 巨蟹雙魚好像比較沒接觸耶 那我 我比較有接觸 我覺得 我覺得雙魚座的人 雙魚座的地雷就是 你不能太複雜 不能太麻煩 因為他比較慵懶一點 哦 憂懶一點 好操作 簡單 對 嗯 喜歡浪漫啊 對 他缺一些臉小 譬如說可能 什麼狀況下可以用這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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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一些 很實際可以使用的一些地方 就 很實用 非常好用 那個就是甜蜜點了 也就符合我們今天主題 以心攻心 知悉甜蜜點 哦 那 你是什麼星座啊 我是 我是金牛座的 你金牛座啊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嗎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好不好 蛤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 只有今天我不吃牛肉 哈哈哈哈 這個 照沒有關係 來也扯太遠了 所以金牛座你的地雷是什麼 金牛座的 我最討厭人家跟我 第一個就是不熟裝熟啦 對 然後賣東西給我的時候呢 沒有說明清楚 產品內容什麼 實用性 對我的好處 而是 人情 對 而是只會跟我說 兄弟啊 停一下啦 停一下 那個 塔位之後會增值 沒有 就是 就是我不喜歡用人情的方式 人情的買賣 對 嗯 你覺得你是主於適合那種SWAT分析 是 沒錯 那個 可能競爭廠商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跟你 對 其實我們比較簡單一點 條理分析出來就OK了 有力就好 你剛剛講的那個喔 我覺得比較像那個 摩羯座 摩羯座 摩羯座更精打細酸 所以他更需要那種SWAT分析 是要非常清楚的 對 那圖像還有一個是處女座 對 那你覺得處女座 是 地雷是什麼 處女座跟我還蠻好的 對 因為處女座它其實要求蠻細的 蠻多細節的 那其實我們天氣座也是 嘴巴不講 可是心裡也觀察得蠻細的 所以 其實他們問的 我們都答得出來 所以 所以其實如果是處女座來跟我銷售的話 其實 對方跟我 跟我的match 那你有賣過處女座嗎 就是處女座 他的地雷是什麼 他什麼地雷不能踩 什麼地雷不能踩 就是他 我覺得他就是 有些就是 不想透露的一些細節 他不想講 那我們不要去比他 尊重人家 所以可能聊天熱絡 他是有點底線的意思 就不能聊過多一些事 就是 我覺得是尊重啦 彼此也尊重 而且其實處女座 我們不要講那個不好的字眼 我們講他的精打細算 會想比較多 所以其實 要成交他們 其實並沒有很困難 但是只是成交了 當下或成交之後 會有很多 他們會有提出很多問題 他一直在恐慌 在缺熱 是不是 對 你以前受傷過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對處女座要有耐心 對 我一直忘記問 處女座是什麼星座 對啊 我覺得我還蠻經典的 你暗示一下 對啊 這是在什麼 跳舞嗎 我知道處女人會跳舞 這樣還猜不出來 這很好猜啊 是射手座嗎 沒錯 射手舞啊 射手座最討厭 最討厭什麼銷售方式啊 對啊 要講重點 要講重點 因為我是目的性銷售 目的性銷售 不愛逛街的 有大老闆性格 對 我需要什麼就去買什麼 所以我並不愛逛街 我突然臉冒冷汗 我覺得我剛剛沒想什麼重點 沒有 我們等一下會剪掉 沒有我們是直播啦 沒有 不能剪 現場直接出去 好 可是你剛剛說你銷售的時候是很有耐心的啊 可是我覺得我 射手座是要換個位置 是換個腦袋的 喔 我覺得我是業務員 我也很熱心去招待你 去介紹你 去試吃什麼 但是如果有些客人就是不一樣了 嗯 我就要聽重點 然後有多好用 好不好用 怎麼用 你告訴我 那價格 裡面比較划算 我覺得買單 對 那我們今天 我們現在已經聊了六個星座了嗎 那我們總常再加吹一下 因為目前的分享次數只有兩個啊 還有三本啊 還有三本還沒送出去啊 大家快點 限量增長版 快死死 快死死 2017年了喔 2017年了啊 對啊 現在四月才過 一年過三分之一而已 對 保證你看完了之後 對十二星座的人都遼落之大 嗯 然後還有 對啊 大家也可以就是 一起來留言分享啊 你對 你自己是什麼星座 然後你最討厭 什麼樣的銷售方式是你的地雷 或者什麼樣的點可以打中你的心 Jekyll說我要啊 沒有問題 快點分享 快點按一下 要分享啊 要分享啊 對 要的話就要分享 免運費耶 對啊 這麼好康還不來拿嗎 這麼好康還不來拿 我覺得要聊天的 對 這樣對得起你的手指嗎 那聊天的圈圈也就是 星座啊 男女運 其他東西是什麼 對 還有一個是 星座 健康 第一名是健康受生 對 所以我們今天也有符合 就是我們上次聊的這個話題啊 是 所以我們每次的就是都是很用心有在準備啦 看到我們這種用心還不趕快那個分享出去 對 還有你們多留言啊 可以講一下你們自己是什麼樣的星座嗎 其實像水瓶座我覺得水瓶座是一個非常在乎環保運勢的 很不好意思 要講一些跟環保有關的一些意義 你們做的特色就比較不一樣 而且蠻天真的 對 感覺他是 就外星人 外星人是不是 對 那講一些 我覺得講一點要跟別人不一樣 就是非常的 他喜歡特別的東西 對 話術要不一樣 兩點 第一個就是要夠特別 第二個 除非你很了解他 知道他的興趣 那抓住他那個興趣 像我有一個 同事 他就是 喜歡就是 愛護鯨豚 常常去那個 出海去那個維護鯨豚的 鯨豚 對 熱愛地球 熱愛生態環保的 所以可能像說過程的偶爾會提到 會關心他就 中 嗯 那風向 我來自海洋這樣子 風向還有兩個是 好像是雙子 雙子 那這兩個星座 天秤 天秤的話我覺得是 平常時候很好交朋友 可是當要下決定的時候 他會覺得 選這個好 還是選這個好 他會一直在 左右一直在 左右搖擺 天秤的客人怎麼辦 我的方式是覺得 其實乾脆幫他下決定好了 因為其實兩個其實都OK了 因為我覺得 他這個感覺是OK的話 他就可以成交了 投影一下 適合什麼工作 跟Jekko 你不能聊 你們怕什麼 Jekko是我們上一次的來賓 對啊 我覺得你什麼 你那個太厲害了 什麼都能夠聊 因為鎮壓兩個主持人 超厲害的 所以我可能我們還是 你當講師其實不錯 你當表演者 我覺得都很棒 真的 對 那還有一個是雙子 其實雙子我就 我是比較少接觸 嗯 雙子 雙子我覺得 兩位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雙子是口才很好 嗯 可是口才好是 其實你知道 話講多言多必思 哦 所以其實 你可能是多 對方雙子座可能是 類似多傾聽 嗯 傾聽對方去講什麼 嗯 再做一個決定 我覺得雙子座是非常聰明的星子座 沒錯 沒錯 非常聰明 所以我覺得跟他介紹不可以太 呃 就不能太過趾高氣揚 就是你可能不能 呃 要稍微比較謙虛一點 欸 那要對 那要怎麼解釋 雙子座是 我覺得有 不能太浮誇 我覺得有 雙子座覺得 對柴米有多少認識 還是清理有一些 呃 有一些底子 所以我覺得這套不能太過浮誇 對 然後還要 留一點空間給他發揮 對 你講到 剛剛要謙虛 我覺得那遇到獅子座 那不是更不得了 是要捕他 要誇他 然後要吃他的毛毛 不會 其實獅子座反而 還比較好 好搞 我這樣子怎麼說啊 就是順著他的毛啊 就像 剛剛楚琳講的 去誇獎他 當國王 公主這樣子 對 國王女王 就說服了 就很好推了 那最好你的這個產品呢 是可以給他很有面子的 我想到 那你金牛座的鄰居 那個牡羊座 牡羊座好兄弟啊 好兄弟是不是 七月半快到了 不是啦 還沒耶還早 這個清明才剛過而已 好不好 好好兄弟 講到這個好兄弟 想到什麼 當然是意氣啊 意氣 意氣 這是電影台詞嗎 不是不是 沒有啦 我們今天不是講那個 講電影 意氣 就牡羊座他是很重意氣的 嗯 所以你對啊 對牡羊座銷售的話 可以從這個角度去做切入 是 比方說我們今天 銷售一個金融股票的課程好了 你可以說 你學會這個 可以教你的這個兄弟姐妹們 好兄弟 大家一起賺錢 一起一起 他有這種感覺 一起有錢 這樣子 嗯嗯嗯嗯嗯 對 而且他們的個性是 嗯 算是火象 比較衝動一點 但也是偏這種感性的 也是可以用 利用這種感性的訴求 去跟他們做銷售 是 嗯嗯嗯 如果大家有任何不 不了解的地方 請大家就按分享 我們就會把12星座運私送給大家 嗯嗯 大概就限量五分 有沒有發覺我們其實還漏了一個 漏了一個 巨蟹座 巨蟹座 愛家 對 你有任何的 對巨蟹座有什麼樣的詮釋嗎 巨蟹座的話 就是 他很有責任感 顧家啦 顧家 對 你只要賦予他一個責任感的話 然後對於家 你的這個東西 對於他的家人 對於他的家人 有什麼幫助 對 那種使命感 對 買了這個商品 這個家庭就好了 對 心旺了 就算 那如果假設你不在的話呢 你的家人也會過得非常的舒適 哈哈 那回到剛剛你跟我打的話題吧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今天一直帶這個 然後啊 Jeko混說 雙指甲天秤 你今天沒有問親女之間的話題 我們在聊就是星座話 所以 什麼樣是12星座的地雷 對 如果想要聊愛情 什麼跟什麼配 你就 我們下次再開一個那個專題 然後再邀請你上來好不好 因為 你真的是讓我們意猶未盡 哈哈哈哈 就從那集之後 我們的整個那個 腦袋啊 什麼都打開 哈哈 沒有啦看一下 天靈蓋都開了 好好好 那今天我們也就是 幫大家介紹了一個 銷售SOP 以及就是 如何針對12星座的人做銷售 那我相信 這個 不會只有12種人格啦 是啊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一個總結 對 你覺得這兩本書 你覺得是要 帶給大家什麼 我覺得銷售SOP這個流程 就是大家去多熟練 然後12星座就是 結合 結合怎麼結合 對怎麼結合 12星座 我覺得就是 就剛剛Anson講的 這個不會只有12種個性的人 嗯 那我覺得大家了解12星座之後 不要被這個12星座所綁死 要去活用 對 比如說 因為他什麼星座 我就要特別怎麼樣 其實到最後還是 最後是 賣你這個人 嗯 最後的成交是銷售你這個人的 這個 業務員的 的價值 哈哈 我們今天是12星座 有沒有 13星座 12夫座 喔 我們的那個 Jaco Jaco 在未來直播的計畫裡面 或在邀請關於 星座專家 我們在聊星座 或一些比較特別的話題 嗯 對啊 其實最後 其實做業務的第一點 就是要多接觸人 對啊 多多去認識人 你就會對人性啊 對人更了解 那送大家一句話就是 越努力越幸運啊 不管是勤練基本功 還是多跟人接觸 還有實在經營 就是你可能在銷售一些食物演練 我覺得 它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不管是對家的食物演練等等 我覺得它是比較 你比較食物型的 因為多說多練 我覺得 嗯 你家人其實有提供不同的一些問題 或QA 你可以找你去做一些練習 跟一些演練 一些想法 如果不同招式去因應 那我覺得 這是比較實際的方式 對 在一定要抱持著一個 就是給予的心態 熱情 熱情也是很重要的 不要一直想要拿取 想到自己 要站在這個對方的立場下 沒錯 那所謂就是 天道愁勤嗎 是 人道愁信 傷道愁成 夜道愁經 嗯 一般是要鼓掌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講錯了 是人道愁成 傷道愁信 你不用在意 其實大家也不知道 我幹嘛自己破梗啊 哎呀 這就是金牛座啊 太那個了 我們下次的直播時間 當然先謝謝Kevin 謝謝 謝謝兩位 我們下次直播 4月29號 禮拜六晚上9點 對 請大家要按時收看喔 今天真的很 然後還有三個分享名額 還有 還有三個分享 對 還有那個 還有兩本 還有兩本 還有兩本還沒分享出去 所以 就是 之後有看到影片的朋友 也都可以分享 也都還帥 嗯 OK 那接下來收工 我們就來 享用吧 那個我們的化妝師 伊林 是個正妹是不是 對啊 一定要那個 那個來 一起用 一起用啊 鏡頭 幹嘛 結束啦 幹嘛看鏡頭 對 結束了 對 結束了 來來來 我們來 四個 四個喔 我們 我們哲偉哥真的超貼心 哇 你看這個 那個不要客氣啊 來來來 手長一點 對 做通常正妹是不是 對對對 超香的 坐過來一點啊 坐過來 坐過來一點 凱蒂食品 嗯 謝謝 謝謝 好香的 現在是直接開派對的嗎 開派對啦 因為直播結束了 覺得好耶 好我們那個 我們剛剛都聊一些正面的 有沒有 哈哈 我們現在結束了私底下 我們可以聊一些那個 有沒有比較不喜歡那個星座 其實都可以聊 哈哈哈 一定要那麼 欸私底下 沒關係 街露 你好像對星座 有很多蠻受傷的 是不是 受傷沒有啦 怎麼會呢 一件而已 一件而已 是建議 建議 哇這個芋頭真的是 超好吃的 它也是招牌嗎 芋頭 這芋頭 芋頭拍是招牌 它也是招牌 所以它招牌有哪些 招牌的話就是 它的手工的餅乾啊 還有這個 芋頭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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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對 在人愛路市段 所以是靠近人愛圓環嗎 沒有耶 離圓環還蠻遠的 市段 是的 在圓極街附近 從圓極街去很快 所以人愛路上面 對 巷子裡面 人愛路市段 所以是靠近國父見館那邊 嗯 對對對 有 不錯喔 不錯喔 對啊 那我的第三個口袋名單 即將要入口袋 所以你覺得 有口袋名單啊 我還是兩個名單 我很高拐 嗯 那你覺得 吃起來感覺如何呢 我覺得吃到第四個餐 給你的評論 很不錯 我覺得那個 芋頭很綿密 很綿密齁 用料真的 很紮實 很紮實很實在 超紮實的 是手工的嗎 對啊 手工做的 當然都是手工的 嗯 欸 這個今天你可以直接帶回家 喔 六個 來賓你 對 這就是 給你了 蛤 蛤 雪妹娘 雪妹娘 對 雪妹娘這麼有學問 對啊 雪妹娘是武德天那個嘛 是妹娘嗎 那是舞妹娘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嗯 嗯 我今天才知道真的 Anson 學問這麼好 蛤 哪有 出口成章 對 哪個章 文章的章 好 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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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的 那不是我們上一集內容嗎 哈哈 唉唷 我們什麼時候前後要相互應一下 嗯 對啊 我剛剛真的很怕你們兩個演一演親下去 你知道嗎 講太多 咪啦 你看他那個 蛤 他一直在逃 他一直在逃 對啊 他一直在逃 他沒有跟我交鋒 他都不交鋒 他都不交鋒 他在逃 你一直靠近啊 沒有啊 你們看我一直後退嗎 對啊 我知道你在退 那我就成全你們兩個好了 哈哈 你以為你是劉洛英啊 陳全 沒有 沒有沒有 欸欸 你那個 弄掉了 你剛剛頭上髒到奶油了 我想太好吃了 你兒子也想吃一下 真的 嗯 哇 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一直忘記問 那個正妹叫什麼名字 嗯 正妹自我介紹一下 哈哈 我叫劉伊玲 謝英610 610 好好記喔 劉伊玲 是蔡伊玲的 表妹還是 表妹 還在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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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直播是不是 對啊 喂 你們要關掉 我們要去麻煩新劇 吃好了 很好吃 那我們就還好 你們剛剛沒有兩個親下去 我不會親 你不要開著玩笑 你很八卦 不要開著玩笑 不好意思 好 搖眼子余智責 我要關單桌 我就是傳說中的智責 是指魚字的歌 好像都你在造謠 都我在當 好像 相反的這樣子 我在造謠 我自己停止吧 對啊 自己停止下來 這樣我們 自己 自己在獨享 來賓 來賓 是負責吃東西的嗎 對啊 我記得 來賓你喔 那個 對啊 等那個 欸 彥琪 你來啊 你來 我們有那個 很棒的這個甜點 對 七月份 聽說你是 那個 七月份的來賓 不是不是 聽說彥琪 長得很像梁詠琪耶 哦 你知道嗎 到時候你們三個都明星了 我不知道 柳德華 柳德華 楊詠琪跟 鍾祖宏 哇塞 你們可以年輕一點嗎 我想當陳柏林 哈哈哈哈 陳柏林比較像一點 哦 這樣子 我想說柳德華 全球化人認識嗎 嗯 連吃東西都這麼美 哇 那個 哇 那個 嘴巴太甜了 不是 我現在 哈哈你是吃到蜂蜜了嗎 不是不是 我覺得他是肚子餓了 其實他是肚子餓了嗎 他去找某人去續攤 嗯 對啊 嗯 還是 欸 那 剛才忘記說 你還有個夾碼 嗯 夾碼 斷了嗎 沒有啊 還有這個啊 還有這個啊 我還準備一本啊 嗯 就是我的 這個 我自己的 限量子簽名的 這一本書 可以送給大家 怎麼送 怎麼送啊 怎麼送啊 主持人決定囉 怎麼送 就 嗯 持續分享啊 持續分享出去 嗯 嗯 好 好其實今天也差不多了 嗯 那我們就 真的要說再見 真的要說再見了 哈哈哈哈 嗯 OK我們請用我們的這個 最美麗化妝師 拜拜 嗯 什麼 機器不聽話 哈哈哈